苹果之机 正西宝神木遭三老鼠临时挖洞取流 台湾国宝神木惨遭浩劫 全台现存面积最大块木原始森林 新竹县正西宝神木群日前被发现遭三老鼠倒罚 可恶的是 三老鼠为赚取暴力 都锁定最高价的树流部分 直接在巨大树干上挖洞 切割取出树流 有如在临时神木 苹果接获登山客头树后 步行深入海拔2000公尺的正西宝神木群 耗16个小时 仔细查看神木 果然找到一株直径约三公尺的千年红块神木 被锯出宽60公分的大洞 三老鼠还以树枝 泥土回田 企图掩人耳目 用那种蕨类植物跟树枝 去尾霜在那个洞里面 然后造成我们一般的那种 刚刚记者都没有发现到这个 锯的这个洞 另外在50公尺外的山坡 也发现一株耸天鹅里的红块 一遭山老鼠钉上 根部有两道巨痕 周边闪落墓穴 山老鼠的嚣张行径令人神共愤 正西宝部落的泰雅族长老痛心的说 最怕的是内神通外鬼 我们知道集团这些都是 不是黑道的就是这些有暗在身的 为了保护神木部落也将会有所作为 我们要设置那个铁门 铁闸能够去防防止这些盗法者进去 但是我们是游客跟干山客 我们就是能够白天开放 我们是不针对这些 苹果访问从事奇目异品 买卖25年的邓老板 他说高价素流可遇不可求 价格更是翻倍 通常巴掌大售价数千元起跳 若长宽一公尺的素流 市价高达30万 但几乎没人敢收 买家担心被警察追查 市售快募素流多是越南进口 对于正希宝神木群被盗罚 新竹领馆处表示 已通报当地警方一同弃凶 也会加强巡逻 清查可疑入山车辆 避免森林资源遭山老鼠破坏 动新闻综合报道